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1月12日 拜登的DLP機密文件曝光後 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當天下午發表聲明 任命特別檢察官羅伯特·胡爾負責調查拜登的機密文件 很多人都想知道 胡爾究竟是誰 他能公正地進行調查並公佈結果嗎? 同一天 中院議長麥卡錫誓言 將公佈意料事件的全部錄像 給懷原國會大廈事件真相帶來了一線曙光 此前 佩洛西一直拒絕公佈這些錄像 1月12日 星期四 麥卡錫在國會山接受記者採訪 當被問及馬特蓋茲承諾公佈意料事件當天的 全部14000小時的錄像 麥卡錫改出了肯定的答覆 記者問道 上一屆國會要求佩洛西公佈 國會山的監控錄像 以便了解那天發生的所有事情 蓋茲議員說 你願意這麼做 這是你感興趣的事情嗎? 麥卡錫回答 我認為公眾應該看看那天發生了什麼 我注意到南希·佩洛西的做法 她把它政治化了 她還批評佩洛西 拒絕她提名的共和黨人進入意料委員會 說 在歷史上 這是第一次議長不允許少數黨 對委員會成員進行挑選 我看到了這件事情被政治化 麥卡錫強調 我認為美國公眾應該真正看到所發生的一切 而不是為政治基礎寫的報告 而在幾天前 麥卡錫剛剛當選議長後 批見媒體就發表了電台節目主持人 維多利亞·塔夫托的一篇報導 進一步證實了 佩洛西是意料事件的主要負責人 塔夫托說 作為負責國會大廈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佩洛西從2020年12月初開始 他的助手就與中院軍事長保羅·歐文 和國會警察局長史蒂芬·桑德定期開會 討論安全計劃 佩洛西的幕僚長特里·麥卡洛非常親力親為 甚至為參眾兩院聯席會議 編制停車 活動時間 和有關官方商務訪客的預言等細節 然而 在意料事件發生前夕 佩洛西卻無視多次警告 拒絕呼叫支援 最終導致了國會大廈事件發生 以及川普支持者的死亡 去年12月12日 參院通過一項決議 取消了佩洛西召集國民警衛隊的權力 這一責任被移交給國會警察 這種側面證實佩洛西沒有做應該做的事情 塔夫托說 人們幾乎肯定佩洛西無意召集警衛隊 甚至可能希望意料事件完全發生 這樣他就可以彈劾塔納的 川普試圖阻止川普再次擔任公職 並說 如果有人應該為意料事件坐牢 那就是南希·佩洛西 如果麥卡西能夠公布當時的一萬多小時的監控录像 將有助於揭開意料事件的真相 1月12日 星期四 拜登的第二批機密文件地點被曝光 與美國總統不同 作為當時的副總統 拜登無權獲取或儲存政府機密文件 對機密信息處理不當 是一種潛在的犯罪 當天 面對記者的提問 拜登承認 這些機密文件是在他位於特拉華州 唯有敏頓的家中被發現 文件放在他挺放他愛車 雪佛蘭·克爾維特的車庫裡 福克斯白宮記者彼得·杜西追問拜登 你的克爾維特車旁還有機密文件 你在想什麼? 拜登有些不高興 說 我的克爾維特車鎖在車庫裡 好嗎? 所以 文件不是在大街上 多西緊急著問 所以是在上鎖的車庫裡嗎? 拜登說 是的 我的克爾維特也一樣 並再次強調 真如我本週早些時候說過的 人們知道我認真對待機密文件和機密材料 當天下午 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 任命特別檢察官羅伯德·胡爾 領導司法部調查拜登處理機密文件的方式 蔡胡爾擁有長期而傑出的檢察官職業生涯 司法部長任命特別檢察官 對政治敏感事件進行調查 是美國常用的一個做法 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司法部領導層 比如特別檢察官約翰·達勒姆負責調查通俄門起源的調查 星期四晚些時候 胡爾發表聲明說 我將以公平、公正和冷靜的判斷進行指定的調查 我將毫不畏懼、毫不偏膽地迅速、徹底地調查事實 並尊重人們對我的信任 讓我履行這項職責 對於胡爾 很多人並不熟悉 媒體大多只是報導 羅伯德·胡爾是川普提名的馬里蘭州前聯邦檢察官 是一名共和黨人 不過人們還是要問 羅伯德·胡爾究竟是誰 他真的能公平、公正地進行調查 並公佈調查結果嗎? 公開資料顯示 胡爾出生於1973年 今年50歲 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哈佛大學文學學士學位 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從法學院畢業後 胡爾曾經擔任 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 和美國第九巡迴上述法院法官亞里克斯·科辛斯基的書記員 他還曾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杜夫萊的 特別助理和法律顧問 當時 萊是負責司法部刑事部門的助理司法部長 《紐約郵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胡爾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人 2017年11月1日 胡爾被川普提名為聯邦檢察官 2018年3月22日 參院罕見一致通過 同年4月9日宣誓就職 2021年2月3日 拜登上台後 胡爾宣布辭職 在離開馬里蘭州的美國檢察官職位後 胡爾成了吉普森丹安律師行的合夥人 這是一家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全國性律師事務所 2007年至2014年 羅布特胡爾在馬里蘭州 擔任助理聯邦檢察官 負責起訴幫派暴力、販毒和槍制犯罪 以及白領犯罪 2015年 他與現任FBI局長來 都在實力雄厚的金·斯伯丁律師事務所 其中 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是 作為聯邦檢察官 胡爾領導了一項 針對巴爾蒂姆第51任市長、民主黨人 凱斯林·皮爾的刑事案件 皮爾在醜聞中 於2019年辭職 因犯有電信欺詐和逃脫罪 被判3年監禁和3年緩刑 那麼 問題來了 司法部長加蘭任命一名川普提名的老牌共和黨人 調查拜登的機密文件 真的是為了維護司法公正 甚至要對拜登出手嗎? 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教授 奧巴馬政府駐密西根聯邦檢察官 巴巴拉·麥奎德認為 胡爾的任命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他說 正如司法部長加蘭所說 他希望保證公眾對這樣調查有信心 因此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於司法部 麥奎德還說 加蘭選擇川普的前聯邦檢察官 這些事實應該讓公眾相信 沒有黨派政治影響再起作用 然而 當我們再深挖下去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中的微妙之處 不禁讓人感到其中的水很深 在擔任聯邦檢察官之前 胡爾於2017年至2018年間 擔任華盛頓特區司法部首席助理副部長 也是前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三斯坦的首席顧問 協助他監督司法部的所有部門 包括國家安全、民事、形勢和反壟斷部門 所有93個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和聯邦調查局 他還代表司法部定期於白宮、國會委員會 以及聯邦情報、執法和監督機構保持聯繫 據《紐約郵報》報導 一位瞭解胡爾的前司法部官員說 胡爾被廣泛視為羅三斯坦的跟班 說到羅三斯坦 很多人可能就不太陌生 他曾長期擔任馬里蘭州聯邦檢察官 2017年5月 作為司法部副部長 他任命特別檢察官前聯邦特察局局長羅伯斯·穆勒 負責調查川普的通俄門事件 結果歷時23個月 耗置數千萬美元 共發出500範搜查令、2300範傳票和一系列起訴後 沒有發現川普通俄的證據 但穆勒就是不給川普做罪 最後 時任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為川普洗脫了罪名 而在穆勒將近兩年的調查中 羅三斯坦在大部分時間裡監督了穆勒的團隊工作 並為其調查保駕護皇 有報導說 羅三斯坦當年推動解雇前FBI局長科米 就是為了改任命穆勒為通俄門的特別檢察官開路 實質是通過穆勒頭下穿套建制川普 通俄門調查結束後 羅三斯坦辭職 而胡爾正是羅三斯坦和穆勒之間的聯絡人 1月12日 胡爾被認命為特別檢察官之後 羅三斯坦在接受CNN採訪時 反想說明胡爾不受政治影響 以表示他會公正調查拜登的機密文件 卻無意中證實了胡爾在穆勒調查中的作用 羅三斯坦說 胡爾是我的關鍵人物 他每兩週與穆勒的團隊會面一次 然後向我介紹了公共門特別檢察官調查的進展 羅三斯坦還為胡爾解釋了 為什麼會接受加蘭的任命 他說 胡爾和我在司法部工作過的很多人一樣 認為從事公共服務很重要 並有責任感 所以 當有人叫你去做一份 你知道會很不愉快的工作時 你很難說不 然而 詭異的是 在胡爾被任命為特別檢察官之後 馬里蘭州州長、共和黨人霍根 在接受CNN採訪時 稱讚了司法部的這些任命 而霍根是川普的頭號批評者 被保守派稱為犀牛州長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 前馬里蘭州聯邦檢察官胡爾是一名最優秀、最政治的檢察官 我相信他有能力查明事實 並追究權力的責任 這一個國家 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霍根為胡爾說話 確實讓人意外 但是 一個聯邦政治捐款記錄泄露了其中的秘密 記錄顯示 胡爾很少向政治候選人捐款 但在2017年 他給胡爾捐账了200美元 一名前司法部官員說 胡爾雖然是一個老牌共和黨人 但更像是一個建設派共和黨人 卡什·帕特曾擔任川普時期的代理國防部長的參謀長 他稱胡爾是與前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 和先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來有關的政府流氓 據《紐約郵報》報導 瞭解胡爾的消息人士預測了調查的結果 說 如果我是一名賭徒 我不會打賭 這會導致某種巨大的事情 迫使拜登下台 消息人士說 雖然調查有可能演變成 一項涉及亨特的 更廣泛的調查 但我不認為 加蘭讓胡爾來調查 是為了真正打開拜登的魯蟲罐頭 我懷疑更多的是 在魯蟲罐頭上蓋上蓋子 這位前司法部官員預測 拜登和川普會出現停滯期 避免受到刑事指控 去年8月8日 聯邦調查局突襲了海湖莊園 去年11月19日 就在川普宣布 競選2024之後4天 司法部長加蘭任命仇悍川普的特別檢察官 傑克·史密斯負責對川普進行兩項調查 一項是指控川普干預2020年選舉後的權力移交 另一項是對海湖莊園機密文件的調查 至於羅伯特胡爾是否真的如他所說 會公平、公正和冷靜地判斷 進行指定的調查 做到毫不畏懼、毫不偏膽地迅速、徹底的調查事實 我們還需要再觀察 但結果無論如何 加蘭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拜登 處理敏感政府文件的行為 至少在客觀上為拜登競選2024蒙上陰影 也可能有助於揭開更多鮮為人質的真相 為中院調查拜登提供更多的證據 好 我們先說這些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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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